大家好,我是Stan 5月12号,男团海浦已经取BiteMe回归了 而在专辑发表第一天,就突破了110多万张的专辑销售量 在日本、法国等全世界30多个国家地区的iTunes专辑榜登上了一位 并创下了出道两年多,已经有三张专辑超过百万销售的记录 但是在创下记录的同时,因为新取BiteMe中与女舞者共舞的部分 也引起了粉丝们的不满 甚至在公开成员们的直拍影片后,让整个韩国饭圈都愤怒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一开始在公开舞台后,有部分粉丝们认为 舞蹈中成员们与女舞者们共舞的部分 实在不太适合成员中还有未成年人的NIPO 所以粉丝们就进行卡车示威 还预告如果不修改舞蹈就会进行抵制 而在这一阶段,粉丝们虽然是很不高兴 但是很多别家粉丝以及路人们只是觉得NIPO粉丝们小题大做 但是昨天在直拍影片公开后,韩网的风向完全改变了 直拍成员被女舞者挡斗了 这到底是谁的直拍? 根本就看不到成员,连Ending女舞者都看着镜头 这部分让粉丝们更上火的是 一开始拍摄舞台Ending的时候 女舞者们都是看下方 在另外一个舞台也是,这个也是 但是在引起舞台争议后的昨天Ending 原本看下方的女舞者们竟然都变成看前方了 然后重点是,在歌曲中最重要最好听的副歌部分 是与女舞者共舞,结果又不能进行challenge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出道才30个月,空白期是10个月 一直等待的粉丝们真的会感到失落的 在哪里都不提,NB幕后花絮影片也删了那部分 连个舞者的头发都看不到 抖音前连节也不是那副歌部分 而是唯一没有舞者的部分 这样的话到底是为什么要加入的呢? 如果想要吵话题的话就要明确的吵啊 都回归了,成员们也不能提最核心的部分 真的太不像话了 男女共舞,就算女方是辅助的角色 大家也是会不知不觉的看着女舞者们 女舞者的舞蹈部分会更吸引人 舞者们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成员们也只是按照公司的吩咐 真的很可怜,这叉叉的公司真的 但是海外粉丝们觉得韩国粉丝们毛病多 这部分舞蹈好所以不要换 这里指的海外粉丝 是除了华语圈日本以外的国家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获得很多韩国网友们支持的 一位NIPON中国粉丝的留言 这因为是韩国网友翻译过来上传的网上的 所以翻译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对韩国Engine好的话 音源成绩会上升 对中国Engine好的话 专辑销售量会上升 对日本Engine好的话 会购买大量的周边商品 只对海外粉丝们好的话 他们只会问 Sua or me 既不会买专辑 也不会买周边 也不会刷音源 看完回归舞台后 只会留言 Interesting 刚刚出现的Sua or me中的Sua 是NIPON网门中的女主名字 最后转发这个天文的韩国网友表示 目前中日韩的粉丝们都希望修改舞蹈 嘲笑要求修改舞蹈的粉丝们的人 都是海外杂粉们 而对于中国网友的这个天文 韩网的反应是 太棒了 KK真的是要练一号贴在每个经纪公司的墙上 我的妈呀 真的是金句 Interesting Sua 中肯到惊悚了 虽然对HIPON粉丝们很抱歉 但Sua太好笑了 简直是看穿了整个饭圈 KKK每天全球国际什么的 抓不住中日韩三国的话 就什么都没了 我是别家粉丝 但真的想把这文章贴在我家爱豆的公司里 不是 就算外星人打过来 可能也不会并肩作战的中日韩 竟然因为海外粉丝们之同道合了 对我个人来说 一首歌曲有一部分是男爱豆与女舞者 或者是女爱豆与男舞者共舞 就算是身体紧贴 我个人是觉得也没什么 但是 出道没多久 久违的回归 在2分30多秒的歌曲 几乎有两分钟都是与女舞者紧贴的舞蹈 粉丝们能完整看成员们的部分 只有30秒的话 确实是有点过分 所以 对于NIPON的心情与女舞者的共舞部分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